刚刚领咬第一天的狗狗,深夜突然朝着两岁宝宝狂叫,母亲发现少前检查后,吓到脸色大变,狗狗竟然救了自己孩子一命。 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,宠物,人类的小天使,但是养宠物之前,希望小伙伴们先想清楚自己能不能对宠物尽责,然后再决定要不养养宠物哦。 在中国有一种奇怪的现象,只要家里有人怀孕了,猫狗就会毫不犹豫地立即被送走。 他们担心狗和猫身上的宠型虫,这会影响胎儿的健康。 但是,了解宠型虫的人就会嘲笑他们的无知,因为宠型虫的形成条件是非常苛刻的,可以提前预防。 在视频的最后,我们会介绍一下怎么预防宠型虫的感染。 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故事吧。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狗和孩子之间美好而真实的联系。 一个善良的家庭收养了一条狗,它的名字叫杰瑞。 它最后的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妇,因为他们的年龄和疾病,不得不住在疗养院。 这也意味着杰瑞将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。 幸运的是,一位好心的女士把杰瑞带到了动物收容所,并负责寻找它的新主人。 杰瑞是一只非常温柔可爱的狗,它非常友好,从不惹麻烦。 很快,杰瑞就有了一个新主人,一个住在密歇根的家庭。 这家人以前从来没有养过宠物,他们希望当杰瑞来到他的新家时,他会和所有人相处。 当他到达新主人的家时,杰瑞非常安静和迷人。 然而,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每个人都睡着了。 杰瑞突然尖叫起来,他废觉的方向不是主人的过世,而是在家睡觉的两岁的婴儿。 狗狗疯狂的尖叫声,在夜晚如此刺耳。 他直接把主人从睡眸中喊醒了。 起初,他们以为自己家里进了窃贼,或发生了火灾,但当他们打开灯时,他们看到一切都正常。 母亲低声对杰瑞说,希望他不要再废觉。 但是杰瑞不理睬,继续对着婴儿的房间大喊大叫。 这只新领养的狗狗,为什么要在深夜对着两岁的婴儿大喊大叫,并且杰瑞的声音充满了悲伤情绪。 紧接着,母亲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。 走到他儿子的房间,狗狗看到女主人进入了房间时,他终于停止了废觉。 但是他的眼睛里,已经因为着急而流下了眼泪,似乎向主人表明,他的孩子出了什么事。 朋友们见过狗狗流泪吗? 是在什么情况下呢? 欢迎评论区跟大家聊一聊哦。 这时,母亲也意识到,儿子的情况并不正常。 通常在这种嘈杂声中,孩子早早就已经醒了,没有现在那么安静。 母亲冲到婴儿床边,终于发现了儿子的异常,立即送往医院。 结果发现,一个两岁婴儿的血糖突然降到最低水平。 低血糖会导致不可逆的大脑损伤,影响大脑功能。 幸好抢救得及时,现在,宝宝也在慢慢地恢复当中。 但是后怕的是,如果杰瑞没有发现婴儿的身体异常,婴儿的生命将永远定格在两岁。 如果脚性活了下来,可能智商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 后来,那些知道这件事儿的人称之为奇迹。 在这个狗狗被领养的那一天,这个奇迹挽救了小脚主人的生命。 狗和孩子之间的奇迹不止于此。 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个故事,发生在阿根廷的冬天。 最近,一只流浪狗刚生了一个孩子。 为了得到足够的牛奶,它必须常常出去寻找食物。 阿根廷的冬天很冷,很多流浪狗都因为找不到足够的食物,而在野外被冻死。 再幸运的流浪狗也会因为食物短缺而变得非常的瘦弱。 但是,这只流浪狗不能坐以待毙。 因为它是个妈妈,它必须用尽全力让自己和它的孩子活着。 哪怕再艰难,也要努力寻找食物。 那天,它在巷子里寻找食物时,突然听到一个奇怪的叫声。 狗狗的好奇心非常重,它好奇地看了看,发现那是一个人类婴儿。 当它看到冰冻的紫色肉球时,流浪狗没有离开,它似乎也惊呆了。 但是,作为妈妈的天性,让这个流浪狗起了悲悯之心。 狗妈妈赶忙找到自己的窝,要助自己的孩子, 跑到了人类婴儿的面前。 它抱起它的孩子,把婴儿围起来,帮它热身。 因为狗狗已经闻出来,这个小家伙已经奄奄一息, 马上就要被冻死在这荒郊野外了。 孩子们凑在一起,温暖的样子,也让狗妈妈的心放下了。 或许是放心不下这个婴儿,狗妈妈也不在外出觅食了,就留在原地。 把狗宝宝和人类婴儿都放在自己的肚皮底下, 用自己最柔软的腹部给孩子们提供温暖。 小婴儿似乎也学着狗宝宝的样子, 依靠着妈妈取暖, 并且还偷偷地喝了几口奶。 第二天早上,附近的一位女士路过小巷, 听到了婴儿的哭声。 她跟着声音, 发现流浪狗和他们的孩子正在保护婴儿。 女士惊呆了, 因为在女士接近流浪狗的时候, 狗妈妈还做出了防御的姿态。 但是因为平时, 女士也会喂一喂这只狗狗, 所以在看清了来者和人之后, 狗妈妈就放心地把窝让了出来。 女士立即把孩子送到医院检查。 医生说, 这孩子只有一个月大, 如果他没有受到狗的保护, 他就不会在寒冷的冬夜里活下来, 应该已经要冻死了。 与此同时, 警察也在搜查孩子的亲生妈妈。 不久之后, 警方找到了这名33岁的孩子的母亲。 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, 这导致他不喜欢孩子。 这位妈妈把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结到了孩子的身上。 于是趁着家里人不注意, 他抱着孩子扔到了野外。 后来家里人发现后, 赶紧报了警。 当人们知道是一只狗狗救下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后, 纷纷都来看望这个伟大的狗妈妈。 社区也给狗狗们建造了流浪狗之家。 有了新家的狗狗, 这个冬天也会过得安稳而幸福。 这家人也领养了其中一只小狗仔。 在家人的陪伴还有药物治疗下, 这个犯了错的妈妈也走出了阴霾。 狗狗也带给了他更多的爱。 在大多数人看来, 孩子和狗狗是最强的CP。 在父母的监督下, 让孩子照顾他, 不仅会培养孩子的责任心和爱心, 这将提高他的实践能力、 思维能力、表达力等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 温暖还在延续。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哦, 我们会给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温暖小故事。 我们明天再见吧。